小小蜜又到我們的故事時間了 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喔 水娃娃回家 對 我們要繼續講這個 我喜歡趣味和自由戲書的水娃娃回家 誰是水娃娃 就是這個對不對 就是水滴啊 水流啊 就是水娃娃 好 這系列呢 專門在教我們同樣部首的字喔 後面等一下我們會學到很多 跟水字旁有關的字 我們先來講故事吧 金色的太陽照耀著雪山 叮咚一聲 一個水娃娃從山上 掉了下來 它誕生了 水娃娃呢 往山下跑 它變成了一條歡快的小溪流 歡快的小溪流會邊流 邊唱歌對不對 很開心 嗯哼 所以你有看到這兩個字嗎 溪和流 都是水字旁喔 小鹿喜歡在水裡洗澡 想請水娃娃留下來 小鹿說 我給你紅花 你 我給你綠草 喔 小鹿真的很喜歡它耶對不對 因為它想要洗一個乾乾淨淨的澡 洗澡這兩個字也都是水字旁 要有水才可以洗澡喔 水娃娃呢回答說 謝謝你 可是我想念我的大海媽媽 喔 它是從大海來的呀 你看海字也有水字旁喔 水娃娃繼續向前跑 它變成了一條寧靜的河流 剛剛有講到溪流 溪流跟河流有什麼不一樣 它們都是水字旁的字 但是溪呢是比較小條的 河呢是比較大條 有沒有發現河是比較大的 哇 你沒有學簡體 對啊 你沒有學簡體 那很多字它是 它並沒有簡化啊 青蛙喜歡在河裡游泳 想請水娃娃留下來 青蛙說 娃娃 我給你河葉 我給你柳梢 你看游泳這兩個字就沒有簡體啊 就是同樣的字對不對 水娃娃回答說 謝謝你 可是我想念我的大海媽媽 要有水才可以游泳對不對 不然沒辦法乾泳 所以水就是 油跟泳很重要的部件喔 是它的部手 水娃娃繼續向前跑 它變成了一個美麗的湖泊 哇 好大的湖喔 它是其中的一滴水耶 湖跟泊都是水字旁喔 你看 青蛙喜歡在湖裡滑水 想請水娃娃留下來 青蛙說 我給你鵝卵絲 我給你水泡 嗯 那水蛙會留下來嗎 嗯嗯 水娃娃回答說 謝謝你 可是我想念我大海的媽媽 嗯 所以滑水的滑也是水字旁 好 通常地板如果滑滑的 都是代表地上有水 踩到水就容易滑倒 水娃娃繼續向前跑 它變成了一條大江 哦 出現更大的 所以西是最小的 河是 嗯 次小的 然後呢 江呢 是最大條的 所以西 河跟江 它的排列是這樣子 江也是有水字旁喔 江邊的農場裡住著一群動物 他們實在是太喜歡水娃娃了 小牛來跟水娃娃玩 它往江裡扔了許多爛泥巴 嘴裡還說 留下吧 留下吧 大馬來跟水娃娃玩 大家都希望他留下來耶 為什麼要留下吧 留下吧 我也不知道耶 好問題 小羊呢 也來跟水娃娃玩 他往江裡 扔垃圾 就是垃圾啊 他怎麼這樣亂丟垃圾 嘴裡呢 還說 留下吧 留下吧 我覺得他們想要水娃娃留下來的想法是對 但他們的做法不太對啊 但他們的做法不太對啊 怎麼會扔垃垃圾 什麼東西跟垃圾呢 水娃娃哭了 他的眼淚 變成了一朵朵的浪花 你看 眼跟淚 眼呢 是木字旁 你的眼睛 那淚呢 滴下來的水 對不對 所以也是三點水 水字旁 然後變成了一朵朵的浪花 海浪的浪也是水字旁喔 他好傷心喔 他被弄髒了喔 水娃娃告訴他們 我真想念我的大海媽媽 我一刻不停的往家裡趕 可是你們幫我弄髒了 媽媽怎麼認得住我來呢 農場裡的動物們知道自己錯了 他們心裡好難過喔 所以他們並不知道亂丟垃圾 或是把髒東西丟到水娃娃裡面是錯的 我們可以在河水裡面亂丟垃圾嗎 不行啦 他們請來的蜥蜴博士 辦起了一個水娃娃清潔站 他們工作得非常辛苦啊 還要幫他進化一下對不對 水娃娃終於變乾淨了 他笑著跟農場裡的動物們告別 謝謝你們 我要去找我的大海媽媽了 水娃有見到他的媽媽嗎 水娃娃呢一路笑著向前跑 他終於回到了大海媽媽的身邊了 好感動喔 水娃娃找媽媽耶 阿你也不要找媽媽 呀 對呀 你的媽媽就在這裡 那你有學過這些字嗎 溪流 洗澡 河流 湖泊 游泳 江 海 清潔花 這些都是水字旁耶 好多喔 等一下讓你來寫寫字好了 這些都是水字旁的字啊 就可以一下學到好多字喔 好 希望大家喜歡水娃娃的故事 水娃娃找到他的媽媽回到了他的家咯 再見